老花姨每次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化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我这个罗汉松十一期间没日管 回来就干了 剪了就行了 眼不见心不烦 这根纸条咋的呀 你都干都干了 你让我能打电 你剪了都看不着了不就行了 然后呢 该给足光照的给足光照 罗汉松是洗羊的 要这么说老花姨 这种大树根长成像树苗了 怎么再移植 这样的直接剪掉它 要么你就是高压 也就是做个环切 然后高压 你可以搜一搜这个尘 然后我不建议 我不建议你搞这完了 你还不如树精的弄个树枝 做个牵插呢 你种树干啥呀 真的是臭宝 下个臭宝说 绿罗这个叶子发黄了 是啥原因 其他叶子看的都蛮健康的 你这不就有点小水大吗 就在一个叶子房 你还得出来说事臭宝 好家伙了 你跟我大舅子差不多了 一头头发掉了一个头发 跪了哭半天 我说咋的了 我掉了根头发 谁还不掉俩头发 我难受 为啥 我想不明白 我天天我六点起 我八点去的 家臭宝说 你帮我看一下 是缺啥了 这个就是缺营养了 缺体 不仅仅是缺调 这叫黄化病 缺煤铁同心蛋 好吧 怎么办 把这种叶子捡一捡 然后用点繁肥水 得多用几次 连喷加罐 零几回就好了 下个臭宝说 我的春雨还能活吗 咋了 你换土干啥呀 怎么没事啊 怎么长得好好的 春雨那个老叶子可以剪掉 我们也有春雨 我们的春雨都老大一个了 老叶子可以剪掉 我给大家示范示范吧 这个东西很好玩 可以把这种老叶子剪掉的 尤其是大家在遗灾的时候 或者干什么的时候 像这种老叶子 就不要保留太多了 对吧 都可以剪掉 可以剪掉了 对吧 偶尔黄脸叶子不很正常 你看这里边又在长新的 是吧 发现了吧 很简单嘛 包括下面长的这种小的 也可以全部都给剪掉 的话我还老是问我 这个春雨怎么 最好是什么呢 等它自然退化 它这样会长得更粗壮一些 你知道吧 你如果剪了以后 它这边不就不怎么长了吗 那营养就回不来了 可剪可不剪的是 春雨很好养 别老换土 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盆里边摘着 没啥事 之后呢 它自己 自己会光合作用 给自己提供一个化学能 而且它还有根 那换盆可以 换土干啥呀 为啥换土啊 想不明白我就 因为两口都过日子好好的是吧 换个房子行 好家伙呢 你这都好吗 这换媳妇 好了 有其他养花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留言 觉得不错呢 现在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移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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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